这诸葛亮在龙中都干点啥呢 据说他的隐居生活很是freestyle 种种田安看看花还是个音乐人 据说当时的流行音乐梁富岩就是他的作品 说是隐居 其实龙中这地儿他并不闭塞 交通便利信息发达 再加上他强大的上流社会朋友圈 外头干啥他都知道 这就是为啥他能隐居龙中而至天下事了 天下事乱糟糟 比如他未来的老板大耳朵怪刘备 从创业青年熬成了创业中年 还带着两只脱油瓶兄弟颠沛流离根基不稳 天天缠别人的地盘呢缠得不行不行的 哥哥人家不是脱油瓶 太馋了咋办呢 东汉莫年最重要的就是人才呀 于是他求仙若可终于求到了一个徐树 徐树就跟刘备说 我有一个老同学学霸垒着 你得枪子去他家跳 这刀不安 刘备一看他眼睛都直了 这不是司马辉之前推荐的人吗 种去就去来 于是他就带着兄弟俩顶风冒雪的去乡下去诸葛亮 好家伙 这人架子大得很呢 哥仨长途拔车了两趟都没见着人 俩兄弟对着第四者很生气 可刘皇叔是什么人呢 出道这么久 靠的就是满腔的爱意 什么不快都压得下去 终于在第三次见到了本尊 太耀眼了 而诸葛亮也没让他们白来 马上就把自己多年所学 绘成了一个处女策划方案 这方案大意就是天下都打成这熊样了 曹操孙权啥的那都不好惹 老哥你要想搞大 荆州一州这种宝地得拿下呀 得和孙权眉来眼去打曹操啊 等等等等 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 这噼里巴拉一顿下来 听的刘备那是一愣一愣的 这就是著名的龙中队 就这样多年失业青年 诸葛亮终于随着刘备出山了 开始了真正的三国沙 咱来个龙中四界翼吧 绝对不行 哎呀呀 混之专制不明白 这就是这种刘备出山的龙中